大家好,歡迎收看Muchofi 今天我們要講的電影是 阿媽有了第二個 由於接下來的內容一定會劇透 所以看完這套電影之後 才回來看這條片 好,我們現在正式開始 阿媽有了第二個 是繼狂舞派衣、膽舞女團和俠加拿之後 第四套有MIRROR成員擔當的電影 電影講述多年前 因為照顧家庭而退休的歌手經理人 由Moja 飾演的美鳳 藉著兒子 由劉應廷飾演的子軒 即將去外國升讀大學 決定重出江湖 在機緣考核之下 他在兒童音樂中心 認識了在茶餐廳工作 由姜濤飾演的方程 看到這個可造之才美鳳 這個白樂不忍心 看到這隻千里馬 白白浪費了自己的才華 於是就決定重操舊業 將他打造成新進的偶像 但隨著工作的時間變長 以及方程搬到自己的家住 令子軒 感覺到自己逐漸比母親難落 三人的矛盾也因此變得越來越大 你氣中 三人各自需要面對自身的問題 如果以時間區分的話 方程需要面對的是過去的問題 美鳳就要面對現在 子軒就要面對未來 方程需要面對自身原生家庭的問題 在小時候 父親因為醉酒駕洗 導致母親死亡 如今 父親終於出獄 但他仍然對她懷憾在心 最後 透過美鳳的幫忙 令兩父子 解開心結 而美鳳 都要面對 丈夫出軌 和自己離婚的問題 雖然他已經盡力 去做家庭主婦的責任 但仍然 臨著丈夫的心 在丈夫離開後 更加要努力維持家中的一切正常 因為他不想 被他們之間的事影響了兒子 但可惜他這個做法 懂得其反 而即將考大學的子軒 需要面對家中的巨變 更加透過雜誌 才知道自己父母 原來早已離婚 他很不滿意自己的家中 沒有任何發言權 以及自己媽媽 緊張方程這個外人 多於他 個人認為導演太貪心 他想透過美鳳 去講述中年女性所遇到的問題 又想透過方程 去講述原生家庭所帶來的影響 更想透過子軒去講述 青少年 因為沒有話語權 而對大人的不滿 但很可惜 這三個元素 沒有好好地融合在一起 更加因為 想表達的訊息實在太多 導致 沒辦法在兩個小時內 講一個完整的故事 每個部分都只能 清停點水式地說兩句 然後就要講其他部分 例如 如果要講述中年女性 所面對的問題 是否應該提及 美鳳在家多年 一早不能適應外面的職場環境呢? 明白到 電影已經用了Donald 的角色 去暗傳他 說他已經被時代拋棄了 但在工作方面 以前美鳳的造星方式 是否適用於現在呢? 時代始終會變 以前的那套方法 現在一早已經不成功了 但電影 在這方面 就沒有提及到 總之 方程經過一段蒙太奇之後 已經成為了偶像 然後我就預期 美鳳可能平衡不到工作 和照顧家庭的重擔 誰知這個地方 又沒有著物太多 只是在一段畏者而設的 所謂展示演技的情緒爆發位裡 輕輕大過了 說自己要同時回兩邊 做得很辛苦 重返職場的中年女性 所遇到的兩大問題 都沒有好好發掘 結果導致角色扁平 被人感覺 他的作用 只是令方程和志軒 產生所謂的衝突 然後志軒的氣氛又比較少 沒有太多情節 為展示他緊張自己的媽媽 被人搶走了 其實是那段 三個人出街吃飯 遇到粉絲追星拍照 然後匆忙上車之後 是有一個很好的墨幣空間 他被他當著方程的面 向母親給自己內心的不滿 可惜導演 浪費了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其實這部電影的主線 你已經是講述 媽媽有了另一個兒子之後 前後的母子關係分別 方程你已經是配角 你的角色唯一的作用就是 駕入志軒和美鳳兩人之間 充當著推動劇情 直截到飲爆點的角色 打破這個 維持已久的日常 兩母子互相有事隱瞞對方的和諧秩序 從而幫助 兩人反省美鳥之間的母子關係 但偏偏 導演幫他加一段 背景的故事 導致這位配角 和他父親的劇情 打散了整條主線 一開始方程聲稱 自己無父無母 誰知有一天回到家後 就發現一個中年男子 就坐在家裡 然後就是這個角色 專屬的情緒爆發位 但很可惜 這一段很失敗 首先 鏡頭影響這個中年男子 他說了一句 類似是 今晚一家人要齊齊整整吃飯 然後 你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 當然 這個年紀 不是爸爸 就是叔叔 然後 鏡頭影響方程 而這個時候 他唯一的面部表情 就是皺眉 然後握緊鑰匙 再放下 他的半邊臉 就因為這個燈光問題 而變黑 其實 就不太看得清 他的樣子 但這個鏡頭 就維持了很久 就這樣看來 他的面部表情 就沒有太大的變化 看來他又不太做得出 那種驚訝和憤怒 交集的複雜表情 然後 他就慢慢 走向坐在椅子的爸爸 低頭看著他 然後突然來一個 靈略式的掌掌掌掌 就推他到地上 現在想回頭 這個 絕對是整部電影中 最特殼的音樂 有些反應不來的觀眾 可能還想不到 那個男人究竟是誰 已經被這項掌掌掌掌 嚇了一跳 個人認為 這個部分 絕對可以做得更加好 不過 以整部電影的完整性來說 個人認為 應該減掉方程 和他爸爸的情節 現在電影 花了不少筆密 去光術 兩人之間的關係 但最後 就沒有時間 他被兩人來個世紀父子大和解 不僅開了一個壞頭 還要沒有結尾 其實 即使將他的背景 真的變成無父無母 他整部電影 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畢竟 他自己一個附載的角色 無父無母的背景 已經能夠 和生活富庶 有母親照顧的子軒作比較 之後 將因為父親 所發下的罪孽 而害怕被人揭發自己的過去 變成 因為無父無母 而感到自卑 怕被人知道自己沒有父母 這樣 都可以完美連接 在海邊 跟美鳳說 自己想退出娛樂圈的那一段 這樣電影 就可以更集中地 講述三個人之間的矛盾 其實這套電影 應該加入更多 三個人 同時出現互動的劇情 從而突出 每次之間的衝突 尤其是子軒和美鳳之間的關係 例如可以加賊一段 趕上美鳳 因為忙於工作 不能回家煮飯 長期會在溫室 不懂得煮飯的子軒 首次下傳 結果造成災難 幸好 方程及時回來 阻止這場災難 因為他從小時候開始 已經獨立 所以就可以煮出一首好菜 子軒也直此了解 他所擁有的東西 並不是必然的 然後帶到他 方程想美鳳 和自己去韓國的劇情 進入整部電影的高潮 兩人的打鬥部分 坦白說 其實電影那三個 所謂的展示演技的 情緒大爆發位 只得子軒和美鳳那幕 是沒有問題的 而另一幕有問題的地方是 子軒 知道兩人 即將去韓國的時候 在地下起床 然後打一聲 港幣是我的 然後他方程揮拳 這一幕 有不少的觀眾同學 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但這個部分 你已經是不應該笑的 所以個人認為 如果將這句改造 什麼 去韓國 你們有沒有問過我 那媽媽是我的 相信 效果應該會更加好 總括而言 雖然媽媽有了另一個 已經在近期 主打MIRROR的電影中 表現最好的一個 但電影仍然有不少問題 導演太貪心 對此劇情比較散亂 每個角色都發掘得不夠深入 最後用了兩小時 都不能夠講述一個 完整的故事 比起導演的前作 29加1 今次的表現 信息不少 電影另一個問題是 鏘濤現實中的形象 和方程這個角色差不多 個人認為 本色的演出問題不大 但如果 他在電影中的角色 和他現實的職業相同 都是一個 新進的當紅偶像 再加上 電影也出現了 和現實相似的應援 就會令到 不是他的粉絲的觀眾 覺得很出氣 覺得方程英的角色 只是改了名字的姜濤 坦白說 如果按照我的建議 去那個劇情 做好主線 紫軒 和美鳳的親情部分 一令姜濤的粉絲又開心 以來 我這些 以為自己 都會看電影的人滿意 可惜 這部電影兩頭不到我 結果 這部嘗試用MIRROR成員 去走親情路線的電影 最後 都是論迷半偶像電影 我就是天堂城市 由三個故事組成 第一個故事講述 由宋文華 才叫留學生字尾 他因為失戀 以及失去中文補習老師一職 近時感到迷失 但他仍然選擇留在美國 於是他就認證 中英文翻譯完 緩解經濟壓力 他幫助不少當地 遇到問題 但因為不懂英文 導致有夫自己知道華人之後 他就遇到非法入境的小見 但一心想幫助他的字尾 最後只能夠看著 而文谷的人將他帶走 第二個故事講述 由姜濤先生的Jack 來到美國留學後 就愛上了POPPING 在一次音上街頭表演期間 他就遇到 由李嘉敏 升級新加坡留學生 Lulu 兩人很快就倒入了愛河 但因為Lulu 不被當地學校取錄 而Jack 反而獲得實習機會 奇哥兩人就被被分開 至於第三個故事講述 由姚宋耀 和毅曼式的夫妻 他們的兒子 Jasper 心理疾病 有一天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 當作偶膽母親 奇哥被警察帶走 於是兩夫婦 就開始逐步解決問題 由姚宋耀 升級的Jason 就決定放家 好好陪伴妻子 令他放鬆 把情緒好好發洩 而有艾曼 升級的Kera 也決定者這個機會 定視自己的原生家庭問題 向他的嚴厲父親 說出心聲 《何的天堂城市》 無疑是有一套 以移民為主題的電影 今年移民議題興起 由Marvel的 上戲與十環邦傳奇 到去年勇奪七個奧斯卡金像獎的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再到Pixar的 Turning Red 和Elemental 以及近期的Past Lives 無一不再探討 移民對下一代的影響 尤其是華人家庭獨走 傳統父母 和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子女之間的衝突 都要知移民下一代 往往都會產生新婚姻和禮姬 覺得兩邊不是人 不比西方社會 和華人家庭自立等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關於這方面的內容 都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至於我的天堂城市 雖然有提及相關的議題 但只是流於表現 無心力探討 導演不但沒有利用台灣人的獨特視覺 去打出台灣人 在美國所遇到的獨有問題 而且除了Jack所跳的Popping 源於黑洋文化之外 其餘兩個故事 甚至可以說是 與美國之間沒有太大的關聯 四個主角更加在當地 沒有遇到在融入方面的實質棍難 至於可以透過出色的英文 維持生計 Jack 豐乎沒有經濟壓力 一個人住在寬敞的寓所 至於Jason和Claire所面對的問題 並不是移民家庭所導入的文化衝突 單純只是面對自己一個兒子的心理疾病 雖然電影一度想探討 Claire和父親之間的關係 但最後只是水果阿輩般輕輕大過 總括而言 《我的天堂城市》 模擬在一部尷尬的電影 在豬肉賽前下 導演沒有透過獨有的台灣人視覺 為達出新的議題 回來拍攝了三個似是而非的故事 去表達在如今的這個世代裡 幾個夢不再 紐約 再不是世界各地的人 心目中的天堂城市 位於紐約的著名地標 自由女神爵 一代歡迎所移民的象徵 但這班人在移民過後 就在紐約迷失自我 有些人只是單純逃離家鄉 在美國生活多年 下午連英文都不懂 結果出了事 他要求人幫忙 但有些人 因為透過非法途徑 來到之後的美國之後 就回來變得不自由 例如好像小健那樣 但導演連聽紐約 令人迷失自我的這個議題上 都只不過是輕輕大過 因為第二個故事 只是單純關於 兩個異鄉人 在外地墮入外河之後 就被迫分開 展開異地戀 雖然這兩套這次的表現 明顯自然過世一次 媽媽有了第二個 但他在外地所遇到的困難 只是單純被黑人壓制一次淺 以及之後要想辦法 懷疑異地戀 明明這個故事 一開始就以他和他母親之間的衝突 作展開 但可惜之後 就無疾而終 而第三個故事 更加可以發生在 其他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 由此可見 多段式的故事 不但分薄了時間 導致故事的內容 流於表面 缺乏深入的探討 更加容易令到 最後想看到的主題模糊 再加上至編制度的難度極大 希望導演余勝宜 下次再將故事打磨好後 才開始發洩 最後我被推薦成到位 但先看 過時過節 是MIRROR成員 參與的第六部作品 亦是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第五屆大專組的得獎作品 而之前大專組的作品有 《一念無明》 《點捕》 《手捲煙》 和《金刀》等佳作 究竟這部電影可否採討其中呢? 電影講述 八年前的一個東智 由梁祖堯昇昇的舅父 因為誤會 就和由馮蘇波昇的外婆 關係破裂 於是就忽然離開 回到英國 而《無信君》昇的媽媽 阿玲 也這世 和由邪君豪昇的爸爸 阿珍 提出離婚 阿珍一時之間接受不到 既然我都會恐嚇她 由Edan昇的兒子 阿楊 見到之後 就連亡阻止 但結果被打 於是她就忽然離家出走 八年過後 一家人的關係 仍然結兵 再也沒有一家人 齊齊整整地度過冬至 有一天 由原理林昇的表妹 阿Joy 忽然從英國回來香港 帶來了舅父的死訊 舅父原本 一早就訂了機票 但最後 就因為急病 突然逝世 她這次回來 希望促成一場冬至飯局 以完死者為怨 整個故事 主要圍繞在阿楊和老爸阿珍之間的關係上 不過兩人一開始所發生的衝突部分 則行上可以做得更好 至於阿玲 毫無先兆提出離婚 個人認為 這個部分 可以鋪排得更久才帶出 畢竟觀眾對家人還未太認識 所以這個部分 出道理的效果 差沒有令人尷尬 而之後劇情 就跳到八年之後 阿玲和阿珍 還有什麼都沒有離婚 阿珍更加聽老婆說 轉行做的士司機 阿玲 就去做工人 照顧由張達倫先的LK兩父子 更加跟她兒子 剛剛拍完季前載的黃紫樂 所飾演的Jayden 關係良好 而阿楊一直都在外面住 更加去了美國讀書 回到香港之後 就投靠朋友 由Anson Lo先的雀仔 更加借她的車來 靠做Uber司機過活 而她一直都努力了一款 可以給玩家 在虛擬世界裏 和親朋宿友 一起互動的遊戲 但她終章 只是逃避現實 這款遊戲 始終都不能讓她 踏出第一步 和父親和好 再次回到家 至於由譚善然先的姐姐 阿琪 在這八年期間 曾經一度 為了逃離家庭 而去結婚 但最後離婚收場 唯有搬回家 而外婆 就要住在老人院 她一直都希望 自己兒子 阿明 可以回來過冬 由此可見 每個人 都各自有自己的問題去處理 所以每個演員 都有一定的發揮機會 今次Edan 就要扮演一個 比較固執的角色 類似在Ice Dream裡面的李馬榮 個人認為 她的表現 屬正常發揮 絕對有不少的進步空間 而她的角色 阿若 和父親之間的關係 更加是整套電影的主線 但阿若 離家出走的原因 就令人廢解 她認為 父母之所以有吵架 是因為她的存在 只要她離開 父母 就不會再有衝突 再加上她的懲罰父親 讓她明白 當初恐嚇媽媽的嚴重性 但其實 兩人吵架 根本就不關她的事 加上 她一定深知兩人的性格 才可以在電影開頭 幫忙調整兩人 如果阿若 不想父親做做當年相同的事 是否更加應該留在家 保護媽媽 而不離家出走 要媽媽擔心百年呢? 她這個 為了懲罰父親 反而令自己回不了家 和中國 為了抵制其他國家 但最後 反而令自己的利益受損 有甚麼分別呢? 而最後 她們都透過身邊的人 例如阿哉 雀 雀仔 和沒有了孫的程哥 明白到自己 一直都在逃避現實 應該要勇敢 踏出第一步 不要等到爸爸死了之後 才來後悔 最後她在冬至當日 來到外婆家的門口 當她正在猶豫時 就被爸爸要求下車 兩人 亦都不膽不撞地 搞了誤會 突然修復關係 走了一大步 至於袁麗林 她之前 也和Edan主演的電影 《合家勒》裏面三月演出 但她在那部電影裏 沒有太大的發揮空間 而在這部電影裏 她的角色 就是為了點聲阿楊 等阿楊 不要跟她同一日離開的阿明一樣 上修補關係時 已經太遲 令自己 和身邊的人 留下了遺憾 袁麗林這次的表現 確實令人喜出幕外 實在令人更期待 她下一部 有份參與的電影 《紮露微塵》 電影 即將在12月22日上映 她也憑著這部電影 成功獲得 第59屆金馬獎 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A隊也反映了她的成功憑實力 去證明給其他人看 她不僅是文青女神 而是一個有實力的演員 至於Moja 繼上次 在阿媽有了第二個裏面 扮演阿Jer的阿媽 和姜濤的阿姨阿媽之後 今次就做Edan的阿媽 而她今次的角色 就介乎在黃金花 和阿媽有了第二個之間 我們可以見到 在這八年來 她的情感 投射在LK一家裏面 將Jayden 當成自己的兒子 以填補內心的空虛 但中將 他們不是一家人 所以她最後也接受不到 LK 打算移民 但沒有跟她說的這件事 至於謝君浩 應該是眾人裏面 表現得最好的那個 她修煉的演技 成功演活了一個 沉默寡言 為家庭密密付出的男人 她的角色 當年被公司解僱後 原本有機會回大陸發展 但她為了家人 決定留下 學會老婆不知道 更加打算和她離婚 她趁急之下 撕得起菜刀 結果就令到這個家庭 翻崩離析 在八年後 她已經完成了 公留的責任 為了等兒子 可以回家 於是她決定 搬回大陸住 和當年的舊同事 一起回大陸發展 她做的所有事 都為了家庭著想 而當她和阿玲 提出離婚時 阿玲才明白 她不是對家人或不關心 只能不擅長表達 過分理性 例如當老婆 撕到手指時 她認為 自己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幫忙準備團連飯 因為兒子 已去了借膠堡 即使她安慰老婆 也解決不了問題 倒不如分擔 她之後要做的準備工作 不過女人 往往都需要 口頭上的關心 和實質的幫助 就像LK 和Jayden 知道她肩膀痛時 一個幫她按摩 一個幫她找物理治療師 阿珍就是因為不擅長表達 所以她一直以來 也密密付出 很容易被阿玲無蝕 至於譚次元的角色 阿奇 雖然她的那條支線 貌似和主劇情 沒有任何關係 但其實 她被Loman 這個隨心所欲的人 所啟發 找回自己的人生方向 而搭石頭 這個廣告並行的動作 也都點名了整部戲的主題 每個人 就像形狀過耳的石頭一樣 如果要令人和人之間相處和睦 就要互相溝通 以達到平衡 總括而言 雖然電影 有一定的改善空間 畢竟不是每一個新導演 都像何雀天一樣 第一次拍電影 就拍出 有如正義回廊的佳作 但電影的結局 的確令人起出望外 沒有勉強 要做到一家人 砌石神經地 過冬至的大團圓結局 再配合 《返上天梯的螞蟻》 這首歌 昇華了整個結局 為這部戲 加了不少分 而主演 Edan 亦都在這部電影裡 成為一個真正的演員 他演出一個活生生的角色 雖然演技 尚有進步空間 但至少不是那些 演員和角色 就沒有太大分別 然後整部電影 都充斥著 那個演員的歌 各個角色 更加成為了名色 還有開演唱會 又或者是 那些男伴女 參加女團選手的節目 還有在台上 唱新歌的這類型 充斥著 粉絲父母的所謂電影 除此之外 電影 更加透過螞蟻 去帶出 人 永遠都不可以像螞蟻一樣 無需言語 就能夠角色奇蹟 明白對方的想法 人和人 如果不躺開心扉 坦誠溝通的話 就不能互相理解 如果像阿陽一樣 選擇逃避 只會令自己更加痛苦 永遠都不會明白 老爸心裡想到什麼 也不會 越來越深 即使人和人 永遠都不能徹底地 互相了解 溝通過程 也可能充滿著痛苦 但逃避 始終都不能解決問題 只有誠實地面對自己 勇敢地達出第一步 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 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死屍死時44 講述 由黃又南升的杜志銘 有一晚發現自己家外面 看到了一條死屍 於是他們一家人 就決定推死屍去鄰居門口 因為如果這件事曝光 他們的單位就會變空窄 他們先教我給 由劉剛和黃文衛升的橙山陳太 但最後失敗 於是他們團結一致 教我給由胡麗英升的Mary Jack 再一次失敗後 教我給 由鄭忠基和Edan Say的火爆將士父子 但到最後他們四個單位 十一個人都知道 就這樣下去 都改變不到 這件事曝光之後 他們的整層都會被牽連的事實 於是就計劃 將屍搬到鄰居的公屋 但他們用了一整晚 都想不到辦法 將死屍搬到大廈 最後他們第一樓下的住戶 由陳漢娜適及於素素的幫助下 透過他的婚禮 成功將死屍帶出 幫他們到達郊外 埋葬這條死屍時 才發現原來他還未死 最後眾人只能夠衝鎊救出 死屍死時44 模擬是近年 是我的黑色喜劇作品 電影更圍繞香港人的買樓問題 比起上年的合家 以及生同題材 都是由黃佑南 主演的鬼同理主 今次更強調 香港人買樓的原因 是為了安全感 如果自己的房子跌價 就得如粉天橋底 所以對香港人來說 沒什麼可憐過 他自己的房子跌價 所以在電影開頭 才會千方百計 將死屍推到隔離輪舍 令所謂國家次數門前說 入管他人雅上雙 將麻煩推到其他日度 就等於解決自己的問題 這個亦很明顯 是公理家庭主義的展現 公理家庭主義 在1970年代尾 由劉曉佳提出 形容香港人傾向保障 以家庭為單位的利益 永遠都是公理閒屍 不但不信任公民社會 更加對政治莫不關心 所以現在的香港人 與隔離輪舍之間的關係 才會這麼疏離 而這群角色很快便發現 那條死屍出現在這層 已經等於整層受到牽連 於是他只能放下內部矛盾 合力把問題推到其他人 所以才得出 他將死屍搬到隔離的公屋 就等於盡快幫人上車這個藉口 因為公屋的住戶 和他們這些屍樓的住戶 不僅是階級矛盾 在這一刻更是敵我矛盾 所以某程度上 但憑這段都很明顯揭示 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體驗撲卡最開心 其背後的原因 就是缺乏對自己人的同情心 如果他們有當過公屋的住戶 是自己人的話 當然不會將自己受過的痛苦 注意到他們身上 只不過他們心知 大家都有階級思紛 他們是一群毅毅毅 努力工作 靠自己實力上車的中產 但公屋只是一群窮人住的地方 況且公屋死人 根本對公屋的住戶 不會有什麼影響 但是他們當然 不能夠容許一條死屍 好說他們努力多年的成果 雖然這部電影劇情非常荒誕 但就很成功地展現到 香港人的心態 還有那種自私自利 令人博家最開心的心態 透過這些角色 發揮到淋漓盡致 而最荒誕的地方 就是原來他們忙了一整晚 才發現原來那個人還沒死 然後那個人就差點被他們活至死 其實他們只要一開始報警 就不用交成這樣 更加令到陳生英勇犧牲 所以整部電影劇情真的這麼荒誕 但現實更加荒誕的是 雖然大家都明知 在香港用一輩子的積蓄 買樓的荒謬 但大家依然會去做 唯的就是要一個安樂窩 所以現實往往都比戲劇荒謬 畢竟戲劇的靈感 往往都取材於現實 正如導演的前作《正義回廊》 都會改變至2013年的《大角咀》《肢解父母案》 而《死屍死時44》 正正正因為貼近現實 所以這部電影 才會令觀眾如此有共鳴 令全場充滿消息 但導演同時也帶出某些議題 去暗喘觀眾 例如經常說空姐是飛機 香港運動員贏了獎牌消耗支持等 不過整部電影 雖強調的香港人自私自利 永遠都不能夠真正團結地去做一件事 某程度上都已經算是開了地圖拍 無差別感覺的觀眾 雖然電影有些地方 在實質上絕對可以進行得更好 但以一個新導演來說 作品可以有這樣的完成度 已經相當不錯 何卓天導演 今次就證明了 他不單止可以拍正劇 更加可以駕馭喜劇 今次的風格 絕對與上一次自然不同 但唯一不見的就是 導演對群戲的把握 由《正義回廊》的八個陪森員 至今次的四戶人家 11個人 角色之間的對話 所拆失的衝突 絕對是何盜的電影 能夠有如此張力的一大原因 希望何盜能夠憑正義回落 萬所金價的金像獎 總括而言 《死思死時44》 是繼放棄工心之後 有一套能夠離人在戲院裡 通懷大笑的喜劇 笑點一浪自一浪 但歡笑中又大點嚴肅 留了不少位給觀眾反思 至於角色之間的互動 生動有趣 單單是台詞生活化 不差了 對機相當不容易 還要兼顧少偉 實在相當厲害 同之前提及 尋過我收到的《鬼童理主》 這一套明顯較大眾化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接受到 扣片的風格 雖然《鬼童理主》的劇情更加荒誕 講述香港人死後 要做鬼 都要繼續住在自己家 更加要幫自己的單位 農個好價錢 如果有人敢侮辱自己的單位 就要殺了他 而地產經紀 每天都幫人買樓買樓 但自己就買不到樓 更加要為了用金 推高樓價 為的就是儲錢買樓 但這樣做 只會間接造成惡性循環 雖然這兩套電影主題相同 只不過兩者側重的地方不一樣 鬼同理主要所強調的 就是小市民被被迫伏在大環境下 而死屍死時44 就強調香港人的那種 人不畏己 天誅地滅的特質 主要把問題都在其他人身上 原來看人混亂 恨作樂禍 但這兩套電影的相同之處 應該就是香港人 可以為了自己的單位 無所不用其極 即使要做出一些 違背良心的事 也不會介意 而這個情況每天都在發生 所謂現實 往往都被戲劇荒謬 至於演員的表現方面 他們扮演的角色之間充滿著火花 大部分演員都做得恰如忌憤 尤其是男子組那邊 影帝候選人楊偉倫和劉剛 當然做得出色 單周年李相征 所飾演的保光配角 也都令人難以忘懷 實在不容易 只不過在眾多演員裡 Edan的表演就略為浮誇 雖然他的角色設定 是一個暴躁青年 但他長期處於亢奮的狀態 和其他演員所做的氛圍 就有點價格不入 反而在後期 經歷父子和解之後 就變分做正常 個人認為 即使一個人性格再暴躁 都不會一邊跟老爸說話 一邊用手打場 可能是因為 他們透過這些肢體語言 才可以令到他更加入戲 也有可能是導演的安排 為這個角色加起感 不過現在MIRROR成員所拍的戲 他們的角色大部分都是 原生家庭有問題的憂鬱青年 Edan在《俠家樂》裏做鄭忠基的兒子 然後在《國時國志》裏做鄭君豪的兒子 然後在這部戲裏做鄭忠基的兒子 這次更加和上一次 和時國志一樣 雖然和苦真戒開多年來的心結 所以某程度上 如果他繼續做這些相知的角色 很快就會被這種角色定型 戲路只會越來越窄 只不過他已經比他的隊友好 阿Jer 阿Jer這次的氣氛 比上一次還少 剛剛有了第二個 雖然這兩位 都有為了今屆 禁像獎最佳新演員的提名名單 前途無可限量 但仍然希望 他們有效能的擔任 不同種類的角色 有更多的發揮機會 所以個人都非常期待 隊長Lokman 擔整 下個月上映的命案 因為單憑預告已經看得出 這個最會是我們從何未見過的Lokman 說回正題 如果大家有興趣 了解自己為何買不到樓的真正成因 都可以看 由審問出版社出版的《為何你買不起房子》 以及由本土研究社所寫的《中衰一變》 香港棕地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前者一再強調 房屋供應問題的真正原因 是房屋能成為低風險、高回報的金融資產 而不是香港政府多年來強調的 香港地小人多 所造成的供需需求問題 而後者強調 政府一直以來的土地規劃問題 沒有好好善用 香港高達1958公頃的棕地之餘 反而選擇填海造地 由此而見 香港一直以來的土地不足問題 到頭來都是政府規劃的問題 香港今年已經連續第13年 位居全球樓格最難負擔城市的榜首 一個家庭雖然不飲不吃 18.8年才能上車 但即使政府由現在開始真正重視問題 到最後 究竟需要花多少時間才能真正解決呢? 希望我們終一日能等待到這一日的來臨 楊雲講述 由盧浩廷升的張梓杰和三個同事 一起前往一赤坑村 度過三日兩夜 單四人到達後才發現 村上的渺無人煙 和今次活動的搞手 由吳兆軒升的白化病病人 吳浩天在網上見到的不一樣 然後四人就遇上島上唯一的村民 由鄺大偉升的華哥 單四人從他口中得不到有用的資訊 於是就打算離開 但因為兩天後才有船 他們只好繼續留在島上 但一到晚上 三人都見到幻覺 張梓杰見到自己死了的女朋友 由郭卓兒升的神婆 就見到自己因為墮胎而死了的女兒 由朱伯方式的譚家豪 就見到自己在小時候 已自殺了他的母親 直到第二天 四人重新聚集 單神婆就突然離開 當三人找到她的時候 她已經死在養酒城裡 然後三人在驚慌之下開始逃生 家豪就像神婆一樣突然離開 浩天打算帶到神婆的屍體 然後梓杰就被華哥搏魂帶走 當梓杰寫回的時候 她就見到華哥的女兒 由陳子萱升級小程的鬼魂 然後小程就說出背後的真相 20年前 就堪穿村長的兒子 由林耀星升級阿姆強姦她 更加和其他村民向她逼婚 於是她就自殺 然後華哥就殺死阿姆 再毒死所有村民 更加把阿姆分屍放入酒情 在儀式的幫助下 令她的靈魂永不超身 所謂害死神婆的是阿姆 而在這個時候 華哥就帶浩天回來 而家豪就在阿姆的迷惑下 打開封印 結果阿姆的靈魂上了家豪身 然後前來找華哥復仇 還有華哥殺死家豪 浩天也意外被殺死 結果阿姆的靈魂就附身在梓杰身上 然後華哥自殺 打算換把阿姆放過梓杰 但最後在阿姆的控制下 梓杰也自殺 央雲模擬是一套非常可惜的作品 雖然電影前期的氣氛營造得不錯 但都後期因為劇本上不足 以至破壞先前努力營造的懸疑氛圍 尤其是電影用一種懶惰的方式去交代劇情 也就是最後被小情突然出現 然後由於NPC般畫出背景故事 從而解答觀眾的所有疑惑 個人認為電影應該說述 四天不坐一隻坑磚之後 便發現一些蛛絲馬跡 然後與觀眾一起逐步推理 還原多年的真相 利用方式 明顯比現在的角色照讀劇本 更加能令觀眾投入 以日被人感覺 不僅浪費了整個故事 更加浪費了電影 在道具和攝影方面的用心 畢竟這類型的具風格化攝影 在香港電影中確實不常見 除此之外 電影在最後臨急抱佛腳 落雨收拆地 拉待整個故事之後 竟然還產生了劇情漏洞 從觀眾之前得到的資訊 前後矛盾 例如浩天在網上見到這條村 最近有婚宴才帶大家來 但在之後我們就知道 其實那場婚宴在20年前 再加上當時的村民 極有可能沒有智能電話 島上也收不到手機訊號 究竟為什麼浩天可以在網上 找到相關的資料呢? 確實有人百思不得其解 當然華哥殺了整條村的村民 都沒有被人抓 這已經是奇跡 至於演員的表現方面 姜大偉和朱伯漢當然是MVP 尤其是最後姜大偉先的華哥 獨臂刀上身 打敗給眼目靈魂依附的年輕肉體 果然是寶刀未老 將一塊Anson Lo就撞牆暈倒 至於由郭翠而死的神婆 就只能夠被稱為工具人角色 但怎樣都好過 由吳兆軒升的浩天 不但被人感覺可有可無 最後更加突然送頭 被華哥誤殺 如果電影是由這個角色 逐步發現赤坑村的過去 效果可能會更好 而少被這個角色有一定的發揮 至於Anson Lo就有不少進步的空間 個人認為如果在這部電影裡 他化了一個比較潮水的妝 可能會更加鐵合他的這個 剛剛同室之外 不斷借走銷售的角色形象 總括而言 《讓雲》是一套非常可惜的作品 雖然其質素已經比Anson Lo的 首一套電影《假冒女團》好 但分析劇本上的不足 拉低了整套電影 只能夠希望 Anson Lo早日有自己的代表之作 不僅同隊的隊員 都已經有自己的代表作 例如《Logman》有《明岸》 Edan有《過時過節》 Anson Korn 有《七月翻歸》 個人亦都希望導演沈家營的前作 原生最後的表現會更好 期待電影能夠早日上映 導演者講述 由女爵安息的馬文遜 是一個對其錶專家 他專門將手錶改裝重陷轉秀 也就是用真的零件 去改造成假錶去謀利 但有一天 以手錶箱的龍頭 來補空的繼任人 由姜濤升的萊叔識穿他 並威脅他要幫自己做事 於是馬文遜 就被迫前往日本 偷取身為在《時計物語》裡的 三隻北加索明錶 跟他同行的有經驗豐富 為將其中星的大賊 負責包破 由白紫星的渠王 以及為了幫母親掙扎了醫藥費 由魯浩亭升的阿佑 打探在線期間 馬文遜見到《時計物語》 收起了第一隻到達月球的錶 Moonwatch 令他大為震驚 但在《大賊》和渠王的威脅下 只能被迫打消 偷走Moonwatch的念頭 還有在眾人的提心合力下 成功用對其錶 將三隻北加索明錶偷龍轉服 但因為中途發生意外 結果這件事就被曝光 與此同時 馬文遜一行人 意外遭到日本人追殺 然後終於得知 原來是渠王 將Moonwatch偷走 於是馬文遜就提議 將四隻手錶 拆件 寄回香港 然後私人回到香港後 就被萊叔捉住 於是馬文遜 就以知道手錶零件的所在地為由 要協萊叔 要他確保造人的安全 最後在雙方交收期間 一族日本人馬出現 將萊叔手中的Moonwatch 並將少人所在的遊車炸爆 然後觀眾得知 四人一族和日本人傳統 借這個機會 利用金錢脫學 透過假死 以永久擺脫萊叔的控制 盜月者 模擬一套 不過不實的商業片 導演員建偉 將記單真實案件合成 並加以改編 最後的成品 沒有縫合感之餘 劇情更加比原小的電影流暢 全音劇情簡單易明 電影的角色設定 再加上一定的官能刺激 適量的少偉 以及明快的節奏 導臨這套電影 成為近期難得 各方面都平衡恰當的商業片 至於消耗不了太大的問題 有多多近期 明顯各方面都失敗 結果最後 雷為觀眾恥笑對象的前衡作比較 只能說 英往今年的賀歲檔期 選對了電影 對比去年的英往賀歲片 超神驚嚇傑往下 導致者明顯有競爭力 不止今年的安樂 潑妹瓶 快攻心意 再是一仗呢 至於演員的表現方面 將計充合如期分 法子負責大部分的搞笑場口 而他們兩個救人 喜女喜愛 都帶著兩個新人 女狀的表現 明顯比他在死屍死時時 14號 考字方面有明顯的改善 至於盧浩亭 中規中矩 四人交起來 確實拆出一定的火花 至少比預期中好 這招救人帶新人的策略 確實有效 至於第一次飾演反批的姜濤 更加準確一點來說 他是飾演一個 為所欲為的富二代大小孩 最後出到來的效果 比想像中好 至少突破了他之前兩套電影 所扮演的憂鬱青年形象 看來他確實需要更多機會 託乎自己的氣露 遠離之前那些憂鬱青年角色 總括而言 《盜月者》確實是一套 近期少見 難得做到簡潔而有力的商業作品 絕對適合在學歲當期一家管學 只能夠說 《盜月者》應該是導演員見位 目前最好的作品 絕對能夠和同一當期的 快攻心意一較高下 現在只能夠希望 Makerfield 的下一套電影 準備在3月28日呼之當期上映的十二怪盜 能夠有相同的水準 最後我給你推遲到尾 想看就看 十二怪盜講述 怪盜工會 有十二個心惑絕技的怪盜 雖然他們每次都能夠完成任務 但往往都是各有各忙 暫時他們十二個人 都要提心合力 偷走阿瑪科爾加班將禮的得獎作品 多重宇宙滅蚊燈 以防止發生生態危機 當他們以為只能夠輕鬆完成任務之際 由楊偉倫升的保安經理Johnny 就發現他們潛入 然後怪盜Lokman就中了他次下的陷阱 最後為了拖延時間 怪盜A-Lo就算得留下 結果成為了人質 最後一半沙沙的怪盜們 就決定提心合力 再次與Johnny正面交鋒 成功偷走多重宇宙滅燈 並救了怪盜A-Lo 十二怪盜 無疑一套粉絲向的作品 其目標的客群就是MIRROR的粉絲 畢竟MIRROR成功五周年 Mikafield曾這個機會獲狗賽 也都不無道理 所以他們十二個人 在電影上映的頭四天 就借錶足足四百場 而賺了近一千萬票房 當最近上映的電池L 嘴到苦苦燈窄 剛剛突破四百萬的時候 十二怪盜就輕鬆突破一千萬 無以來感到唏噓 當然那一千萬票房 還未計算之前所謂的互動體驗場 對比ERROR之前的音目精訊 今次Mikafield在宣傳方面 明顯聚聚得多 所謂戲裡戲愛 ERROR都遠遠迷上MIRROR 尤其ERROR之前的音目精訊 飄防只有慘烈的二百七十九萬 照今看來 Mikafield這次應該會吃過一尾 然後將快推出十二怪盜的續集 而繼續賺取粉絲的金錢 當然就電影一則數而言 十二怪盜就明顯迷上島前的渡月者 渡月者明顯面向大眾 亦有較窄實的劇本 而十二怪盜的劇情相對簡單 亦有較多的Fanservice 其實本來十二怪盜的故事 可以有很大的潛力 明明可以說 他們十二個人 分成兩邊陣營互相內鬥 最後有沒有失敗後 就決定提心合力 對付反派 但現在的情況是 其實他們前期 並不是一盤散沙 至少有怪盜伊人的統籌 令他們可以角施奇跡 視力度固一尺 魔告一掌 還有什麼意外失守 結果就是因為前期和後期之間的對比 並不明顯的關係 導致觀眾 其實不太看得出 他們經歷完這件事之後 眾人所謂的團魂 有沒有再次延起 也不太看得出 他們有較大的轉變 可能是因為 導演和編劇連資相淺 又或者McField 單上想隨便拍一套戲出來 賺錢的關係 導致這套作品 所溫含的巨大潛力 被百百浪費 這一點 沒什麼非常可惜的 總括而言 十二怪盜 雖然電影的主打客群 是MIRROR的粉絲 但普通的觀眾 都可以入場觀看 至少其入場門檻 會大家上鐘地悶 所謂的鏡色幽默 其實普通的觀眾都能夠明白 但只能夠說 如果還有類似的作品或續集 希望McField 能夠提升其質素 不要視粉絲的支持 為理所當然 最後我給你推薦到位 但先看 以上此今期 英文分析的內容 如果想看更多 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Like、Describe和Share出去 還要Follow我的IG 你的支持 絕對下集影片的最大動力 這裡是MuchoFee 我們下次再見